第七 七件事情 不要想看这七件事情 简简单单 不过真正难的事情 就是简单的东西 今天要弹钢琴 要学会弹钢琴 就是一直在重复简单的东西是不是啊 你只要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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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弹到了你不用想 你就会弹钢琴是不是啊 很像一样的 今天你要健康 你每天去跑步 是不是健康 你每天去跑步你一定健康的 我没有骗你的 有没有 每个人都会跑步啊 不过有没有每天跑步的 没有啦 懒惰啦 不要啦是不是啊 会不会在马步 谁不会在马步 每个人都会在马步 每天站半个小时 是不是 很简单的东西 不过你要重复做那就难了 七件事情也是这样 不过重点就是 今天你要成功 你不是做什么轰轰轰的事情 你是能够重复简单做的事情 重复做那些单调无畏的事情 那个是老不起的 那个才是最难的 好了 今天事情是什么 1.听 看完所有的DVD 要听到很近 听到能够背 每天不需要多的 你每天只要听20分钟30分钟 我好说你了不起啊 所以买一些器材可以让你方便听的 买一些器材能够让你方便听这些DVD的 可以吗 投资一些 2.看书 包括全部的资料 包括跟职校有关的书 跟领导学有关的书 心理学有关的书 人际关系的书 跟这方面有关系的书 小故事大道理啊 这种书都要去读 都要去买 我们要买书的习惯 你不看书 至少你要买书 是不是啊 家里摆多一点书 至少你真的想要看的时候 你有场地 是不是啊 不然你真的想做的时候 你没有场地 你还要把它去买 又懒惰 又没有空 又没有了 所以看到书 学去书店可以吗 学去走书店 我很喜欢逛书店 是不是真的 我一进去书店里面 通常我都会破产出来 我身上只要有cash 就完全zero了 多少钱都完蛋了 我身上都是这样的 有时刷到爆的那种 而且书也不便宜 有些好处是不便宜的 我很喜欢收集这种书 因为我排书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比较有智慧的样子 有没有 不过至少我有一个场地 我至少说 我要看的时候我有书看 有时候真的书帮我很多 有时候真的 有时候情绪真的好低落 好痛苦的时候 就看到一本书 从那本书拿出来 翻那一页 我马上就醒过来了 有时真的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至少书要在身边 要在身边 要看书的习惯 它绝对是一种习惯 你不要跟我讲 我看两个就想睡觉了 它是习惯 那个也是要痛的 我都讲了吗 什么东西 你就是要经过痛的 你要成长就要经过痛的 那个痛你一过而已 你就变成习惯了 现在我看看 看了不会睡 参加会议 刚才我讲了 联络上线 这个行业你必须要联络你的上线 不是你的上线来联络你 你的上线来联络你 你的组织一定做不起 我跟你讲 你相信我 因为你就要每次联络你的下线 是不是啊 你下线总会觉得你很烦 你觉得你上线很烦 你下线一定觉得你很烦 我给人低你 所以我们在做 很多时候我们在做 我们在做给下线看 我们是在做复制的动作 是吧 你要联络上线 你要争取上线的友谊 你要保护你的上线 你要抱你的上线来进 所以下线就会保护你 是不是啊 不要真的去进了 等下听到人家老婆 那么最好 吃用产品 老实讲 我也没有什么产品给你吃 我只有一个产品给你吃而已 你就吃那个产品 而且你要吃 你要吃到有感觉 你要吃到有感觉 很多人跟我讲 我吃到吃到没感觉 你没有注意 你注意他一定有感觉 不过就是这样的 我自己吃的本身我也没有注意 我没有注意 以前你知道我的问题多严重 我肠胃很严重的问题 你跟我一起吃过饭你就知道 我两口就可以把鱼吞面吃完了 很多时候真的很多时候我吃东西 我叫了坐下来吃完了 吃完了 那个人还没有开始叫 我身边的全部还没开始叫 你们相信吗 真的真的认识我的人都是叫 速度太快 鸡饭也是 两口吃完了 吃这样快的人肠胃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真的有问题 我绕上来的时候很恐怖的 我跟你讲 不过平常你看我样子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很健康 steady吗是不是啊 这个问题从我当兵的时候一直到现在 我好多年了 我吃了鸡饭过后 以前我是这样的 到大概30岁左右的时候 那时29 30岁的时候 我在做企业的时候 每天做到4 5点早上 4 5点早上 以前我有两个 两个 existent 其中一个就是 然后每一次我从我的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 它就是一条马路 然后我们每次要走很远去拿我们的车的 因为在市区车必要搬很远 然后我每次一下到楼下 在那个马路的时候 就很辛苦 因为不够睡 身体累 身体累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肚子就来了 我不是泻就是吐 以前就是这样的问题 然后我就会 然后我吐得很习惯了 吐得很习惯 吐得很像没有感觉 所以我每次一下楼下 我会看到那个 电灯柱 电灯柱 我就走到电灯柱 就吐了 吐完了他们两个 以前两个 他们就很习惯了 每次在那边等我 然后吐完了就走 没有感觉了 没有感觉了 有时候我讲课程 以前我讲课程 讲到很压力很压力 那种三天激励课程 那种很压力的课程 每天早上起来都吐到要死了 吐到胆都吐出来 轻的东西都吐出来 吐到我已经很 麻木 有时这样吐 在导演里面吐 吐完了 就会吐发了 就 真的就是这样习惯了 那么 每天时间一到 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么就有一次 我们做Bertia开始了 我开始是第一代的时候 吃吃吃吃吃吃 大概三个星期 我告诉我 头两个星期吐 哎哟我的天吐 我好像住在 住在导演里面这样 刚刚才从导演出来 哇 又要进去了 很辛苦很辛苦 哇 真的一直来的吐 肚子一直来的吐 那时也没有注意是Bertia 还以为吃错东西那时候 然后大概两个星期 到三个星期的时候 当我们也是 半夜三更才回家的时候 那伙伴就跟我一起回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你很久没有吐了 想一想 对哦 你看 你自己跟自己本身在一起 你没有注意 是不是啊 这么大的事情 我都没有注意到 对吗 因为已经吐到习惯了 没感觉 最近好像没有吐了 对哦 没有吐了 到现在都没有了 到现在都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你看多好 是不是啊 真的太好了 不过拉肚子有时还会 所以不宜拉肚子废话 好了第六 分享产品 就是当你吃了有感觉 你看 我就可以分享给你听 是不是啊 很少人听到 我在拉肚子的东西的拉 拉肚子多么的难听 对不对啊 不好讲 不过以后我跟你们讲 很好笑的 我跟你们讲 那么你只有吃了过后 你才可以分享 你没有吃 你没有吃到有感觉 你自己本身不是见证 你很难分享 你很难 你开出戏很好看 你才可以分享给朋友听 对不对啊 你不要没有看那个戏 你叫朋友去看 然后朋友看了不好看 你跟他讲说 我也没有看 这种丢怕的吗 这种朋友 是不是啊 分享产品 然后分享产品 过后呢 你就要展示计划 展示计划 就是刚刚讲我们的制度 讲我们这个公司的机会 跟分享我们的公司 跟分享我们的NDO 时常每天都要讲的 这就是每天 七件事 注意看 这四样事情 这四件事情 左边的四件事情 是在给你力量的 有没有 看DVD 看书 看家会议 看你上线 上线会给你积极的 参加会议 看书 看DVD 给你力量的过后 他会做这三样东西 就是 分享产品展示计划 这个是要消耗力量的 你会中冷水 你会被拒绝 你会中 你会伤了自尊心 是不是啊 然后你会消耗到力量的 然后又回去有力量 没力量 有力量 这是一个循环 这是一个cycle 你会发现到 今天有很多组织在不同的地方 不用领导人带的 他们都能够独立起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七件事情 不是跟你开玩笑 很厉害 所以你要复制 七件事给你的人 你必须要从你这1%开始 是不是啊 你不要问我说 你不要跟我讲说 为什么我去带他就有业绩 我没带他就死 我去带他就有业绩 没带就是死 为什么 七件事情 然后不要小看这些件事 这也是最难做的七件事 不过很多时候 都是做给下线看 做给下线看的 那么 你连续不停的这样做 这样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我告诉你 你有办法做 你一定百分之一百成功 因为这是最难的事情 很难的 然后你有办法连续不停的做三年 你不成功在日未的话 我养你一辈子 好 你开心什么 你三天都受不了 你能在这份工作址 那没有办法连续不停的